哈喽,今天也没化妆 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给我来说太重要了 所以我决定不给它发生动态 直接发生投稿,怕你们错过 我想邀请 很害羞,像表白是 大家做我的笔友 就是我之前视频也提到过 我对于写信一直有很深的感情 我从初中开始就有笔友 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不让用手机 大家知道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本书 亲爱的三毛 就是三毛和他的读者们的信件往来 我真的太喜欢了 并且这种真实的信件和交流 就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共情和共鸣 加上最近的一些活动啊 签售啊,红人节这些 我见了很多的小可爱 然后我也收到了很多大家给我的收写信 我都很仔细地看了 但是对于你们信件中的一些倾诉啊 一些内容 我非常地想回复 但就无处可回 所以想开一个板块 就是亲爱的老瑞 那我特意呢去搞了一个代收地址 我打在屏幕上好了 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给我写信 所以我现在还不能保证说 每一封信必有回复 尽我所能的每一封都回复 我每一封是绝对会认认真真地看的 哦,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如果大家完全不想要 分享你信件里任何的内容的话 就在第一页信纸的右上角 画一个圈圈 我就知道了 这个是从层幕里面学的 为什么是不想分享画圈圈呢 因为我感觉大家好像 对保护自己的隐私会更加地敏感 我怕你们给忘了 可能并不能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但起码我能当你的一个树洞 我绝对不是完美的 有很多地方肯定也还没活得很成熟 但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 正是因为我不是完美的 我犯过很多的错误 走过很多的弯路 所以可能能理解和包容的情感就很多 亲爱的三毛在他的那个年代守护着他的读者 亲爱的老瑞会在这个时代 尽力地守护我的小可爱 那就这样 欢迎来信 爱你们 救命 inside 就去看 别学习 儿子